在经济增长面临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之下 中国国务院14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最了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议之中愤怒拍桌 李明这次中央审计发现违规盗卖大宗商品 偷逃税款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 他强调无论涉及到什么单位 什么成绩要一查到底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中国国务院旗下的中国政府网发布的消息 李克强昨天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中央预算执行以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李克强在会议之中表示 这次审计发现违规盗卖大宗商品 偷逃税款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而这些问题已经扰乱的正常市场秩序 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侵害中国国家法定税收基础 情节十分恶劣 新闻稿还表示 李克强拍桌表示 国务院将会成立专门小组 无论涉及到什么单位 什么成绩都要一查到底 李克强表示 要依法依规 该罚的罚 该处理的处理 该抓的抓 绝对不容忍 也绝对不手软 对于恶意违法违规的 要依法从众打击 而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他还定下时间表 要求整改结果 要在今年十月底之前 向国务院报告 并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之后 向社会公开 李克强重申 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让人民过好日子 这个观念要牢牢扎根 绝对不能动摇 李克强表示 尽管当前财政情势丧好 但越是这种情况之下 越要瞪大眼睛 坚决遏止 跟清理违法违规的行为 要把宝贵的财政资金 切实用到刀刃上面 而在此之前 由于近期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又面对新冠疫情的 严峻挑战 李克强已经联系好几年 在全国两会期间 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提到政府应该带头 过紧日子 一架美国行政专机 今天上午降落台北松山机场 在短暂停留之后就失离 外传该专机任务 是交付包裹该美国在台协会 不过美国在台协会 对此没有任何评论 台湾外交部也没有进一步相关说明 综合媒体报导 一架美军CE46A行政专机 今天上午自冲绳飞往台北松山机场 经过台北方面人员引导降落 不过该机并没有停留在台湾空军松山基地的大坪上面 而是仅停留十几分钟之后就起飞离去 台湾空军方面表示 该飞机相关作业并不是由空军松山基地负责 因此空军方面并没有跟该机有所接触 据了解之下CE46A为德国多尼尔328的军用版本 除了可以作为专机使用之外 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作战运输 可以搭载20千名成员或是6000磅的货物 美国行政专机闪电降落台湾也引发中国不满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 对于美军机降落台湾表示严重关切 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任何国外军机降落中国领土 都必须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时刻 任何外国舰机甚至闯入空域的行为 都将引发严重后果 他更要求美方切勿玩火 停滞冒险挑衅行径 因为这么做只会把台湾带上危险境地 中国发生重大公安事件 今天凌晨3点30分左右 广东省珠海市一个隧道工地发生透水事故 导致14名施工人员被困 目前已经有千名人员进行抢救 不过当局到目前为止都无法联系到被困人员 综合媒体报导 据广东省珠海市应急管理局表示 今天凌晨3点30分左右 广东珠海湘州区极大园林区旁 一个隧道工地发生透水事故 导致14个人被困 事发之后 应急管理部门立即视频调度指挥救援工作 与在现场的珠海市主要负责通知连线 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并且快速成立专业救援指挥部 而现场目前已经架设巨大水管抽水 潜水队也到现场进行救援工作 同时应急管理部也组织调动周边救援队伍 跟相关的专业装备赶赴现场 搜救工作目前还在持续之中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已经要求各方位全力搜救 防止这次的灾害要降到最低程度的人员伤亡 而马兴内常务副省长林克庆 以及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 也已经抵达现场组织救援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左右 当局已经出动救难人员1000个人 消防车22辆排水车5辆 不过目前为止都无法跟被困的人员取得联系 据了解出事的隧道上方就是水库 附近居民表示上午7点左右 就有工作人员们挨家挨户通知他们疏散 转移至安全地带 而透水事故是指矿井在建设跟生产过程之中 由于防治水措施不到位 而导致地表水跟地下水通过缝隙 断层 坍塌等各种管道无控制的涌入矿井工作面 将会造成作业人员伤亡 或是矿井财产损失的水灾事故 美国撤离阿富汗将阿富汗抛入极其危险的局面 未来阿富汗有可能得到和平 但是更有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风险 而中国趁机介入也为中东局势更天轨角 目前美国国务院呼吁 两国之间应该在阿富汗议题上面进行合作 综合媒体报导 在美国即将完成在阿富汗撤军行动之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昨天在记者会职中被问到 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 美国是否会担心中国可能在阿富汗发挥作用 普莱斯表示美中关系是许多层次的 尽管在一些领域上面有对抗跟竞争 不过也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例如目前的阿富汗议题 普莱斯表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和平的阿富汗 不仅符合美国利益 也符合阿富汗邻近国家 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普莱斯重申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大国 有必要成为一股新的 使阿富汗更加安全稳定 实现最终合并的建设性力量 而在美国希望中国在阿富汗发挥作用建设性的同时 中国外长王毅也正在跟阿富汗相连的几个国家进行访问 王毅表示目前阿富汗局势的三大重点是 避免阿富汗战火在扩大 尤其要防止阿富汗发生全面内战 要尽快重启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实现政治和解 防止各种恐怖势力在阿富汗趁机作大 觉得不能够再使得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聚集的地方 同时王毅批评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 至今已经持续20年 但是和平却迟迟没有到来 专门研究中国与中亚外交关系的 欧安组织学院研究员周子恩表示 王毅这次的出访是一个新的议程 确实是讨论阿富汗局势变化对中亚带来的冲击 中亚各国都预期美国撤军之后 塔利班将会极有可能的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权 而这并不是他们所乐见的局势发展 因为中亚各国担心塔利班掌握政权之后 将会开始推广极端伊斯兰主义 而中国跟中亚国家们一样都担心塔利班上台之后 极端伊斯兰主义会向中亚扩张 并且蔓延到新疆 事实上专家们都认为美国撤军之后 中国将会成为阿富汗内部以及周边地区最主要的势力 过去几年以来 中国不仅围绕着跟阿富汗议题开辟多边外交渠道 并且参与相关的区域会谈之外 中国在经济方面也扩大维持阿富汗和平的相关经济 激励举措 也正因为如此 部分专家们认为 一个稳定的阿富汗其实是更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专家们推测 中国将会利用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建设 来跟塔利班政坛谈判 要求塔利班不要介入跟维吾尔族人相关的议题 以及确保阿富汗境内的冲突不会蔓延到中亚 在中国官方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说好中国故事对外宣传之际 北京学者们也提醒 中国正面临外宣内宣化的趋势 也就是中国外交官们的发言 或是专家学者讲的中国故事 以及让外界很难气氛 到底是要说给外国受众听 还是说给国内受众听的 这就出现投了很多钱去办对外宣传 不过最后只在中国国内产生效果的局面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应出 14号在全球化智库所举办的 中国新叙事研讨会至终指出 随着中国民族自信得到提升 以及宣传方式的改变 中国正形成一个奇怪的外宣内宣化的现象 宣传对象不明 造成投入大量金钱做对外宣传 最后却只在中国国内产生效果 他指出对内跟对外应该有两套 不同的叙事技术标准 不过外宣内宣化之后 两套标准就会变成一套标准 出现用内宣的标准来要求外宣 或是在外宣传播过程之中 内宣的技术标准成为主打力量 而这种现象会造成宣传对象的混乱 比如说中国外交官的发言 或是专家学者们讲的中国故事 就让外界很难区分 到底是要说给国外受众听的 还是说给国内受众听的 此外英雏也认为 中国外宣内宣化的趋势 跟互联网以及自媒体的发展互相结合 更形成了外宣明确化的趋势 跟一些专家外交人员为了迎合这些情绪而降低专业标准 最后使得这些对外宣传策略被国内网络的情绪影响跟控制 由于过去几年以来 中国以战狼外交的形象在国际上面声名狼藉 新冠得到许多中国小粉红的支持 但是对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却产生负面影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5月底宣布 要利宿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也被外界解读为是中国希望可以扭转外界对他们的印象 英雏认为中国并不是不能采取斗争的姿态 不过真正是要说服的不是战斗的对象 大外宣是把自身的意愿抢加给他人 这种情况之下难以实现真正的国际传播跟交流 先前BBC中文也揭露 中国藉由外籍网络名人对外进行宣传的手法 最近不少非中国人经营的不同频道 都出现论调非常相似的影片 这些视频博主此前个人频道 主要讲述他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 不过最近一些视频变得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他们坚定捍卫中国在新冠肺炎 香港以及新疆问题上面的言论 例如有一对父子团队巴雷特 他们在许多影片之中批评西方的谎言 并且支持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 而这些视频不仅被上传到CGTN的YouTube账户 中国外交部也在美日政府新闻发布会之中 使用过这些视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YouTube被挡在中国网络长存之外 这些有着许多简体自回应高点几率的影片 到底都是谁在看的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研究员波特分析 虽然一些影片确实吸引了真实的观点跟支持 不过也有证据表明某些账号是经过机器人刻意推广的 一些假新闻网页还会贴出这些亲中YouTube的影片来刷点几率 而被称为五毛的中国键盘大军们可能也是母后推手 中国深圳高355.8公尺的指标性建筑赛格大厦 5月中旬连续三天发生不明原因晃动 封闭已经将近两个月 当局今天公布调查结果 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围墙峰置卧机共振 强调不影响大厦主体的结构安全 综合媒体报导 深圳市建筑局负责人表示 不明原因晃动是因为大厦使用20多年之后 局部楼层压形钢板组合楼板 以及围墙连接点能累积损伤时的结构频率 阻尼等比动力的特性发生改变 围墙跟大厦主体结构具有2.12赫兹的共振频率 形成共振的必要条件 上述局部累积损伤只是对结构性动力特性产生影响 不会影响大楼整体的结构安全 至于如何解决大厦有感震动的问题 专家组认为拆除围墙可以有效解决大厦有感震动的问题 据围墙原有的房类航标功能可以在围墙拆除之后 在楼顶重新布设 拆除工程将在最近择机实行 并且同步开启损伤收复工程 有效供期预计32天 塞个大厦在1999年落成总高度为355.8公尺 总建筑楼层为79公尺 包含地上75层 地下4层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导 当年为了强调深圳速度 沉浸以2.7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来新建塞格大厦 也使得这栋大厦的品质跟安全性令人担忧 而这起事件过后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上个礼拜也发布通知 禁止全国在新建高度超过500公尺的摩天大楼 地方政府也严格禁止新建高度超过250公尺的大厦 而中国发改委进一步表示 新建超过100公尺的大楼 应该与城市的规模相配 并且需要具备消防能力